TVB Anywhere 獨家獻影 愛情來的時侯2 心情男女 遊走得過台灣 浪漫角度 或想愛的記號 5月28日及6月4日 TVB Anywhere 緣份無處不在 近日TVB電視節目 萬千聲輝頒獎典禮2015中 因為安排藝人吃炸雞的環節 租通訊事務管理局 裁定違反相關首則罰TVB15萬一事 引起社會廣泛討論 而入行多年見證電視業發展的 曾志偉這一天 現身一個活動的時候 亦都有表達自己對事件的看法 希望政府要正視這件事 我不是為TV講話 我是為我們的行業講話 因為我們現在香港 每一個電視台慢慢變成免費電視台 免費電視台說明是免費不收費 那我們靠什麼生存呢 靠廣告 你用廣告條例來控制 我們買廣告的收入的話 那我們就越來越萎縮 我們這個行業萎縮的話 支持我們香港 是亞洲電視的龍頭 現在我們慢慢都排到第幾位 我們不能給別人 你可以一億他制作的電視劇 或者一億他制作一集的綜藝節目 我們一個幾萬元去做 為甚麼 因為我們電視萎縮 我們的廣告萎縮 政府是需要去支持每一個行業 每一個不同的部門 是支持每一個不同行業 我一向做一個香港市民 我經常呼籲市民去支持政府 因為你不支持政府 政府行不出每一步 但今次我們支持政府 政府要支持我們的行業 但你不能夠令到我們行業 越來越走 到此我們二十幾年前 本來今早都可以在電視裡面賣廣告 為甚麼我們現在不可以呢 他就看到一個很奇怪的說話 他就說 這樣會影響觀眾看電視的質素 我想問你 如果你看足球 足球的球衣裡面賣廣告 在球場邊賣廣告 那你有沒有影響我們大家看球 這就是這麼簡單 這個政府很奇怪 麻煩大家開明 智偉一看這件事 就感到相當勞氣 不過轉過頭 他就平靜回來了 事關這一天 他特別現身支持 好友譚慧倫的開心事 又怎可以這麼掃興呢 校長上年就為慶祝入行四十周年 推出了兩款的紅酒 反應不錯 校長誠勢 就舉行紅酒分享會 和一眾好友分享喜悅 而對校長來說 唯一美中不足的 就是和他一起努力的好友 馬達昌 未能親眼見景成果 就是去年差不多這個時間 他就一個意外 就過身 但是我們也插了一年多 兩年 出來了 可能是他在天有靈 我覺得最可惜 就是因為他分享不到 現在的成果 但是都希望 他的意願 就是希望走成功 然後給他太太過一個好的生活 我希望他都可以 雖然他現在不是在 但是我都希望做到 契成了他的意願 現身支持校長的 除了智偉之外 還有彭建新 葉童 郭靖雄 梁聶為等等 當然不少得 還有校長的契仔關楚耀 Kelvin最近就在內地參與一個真人秀 要嘗試體驗不同行業的工作 吃盡苦頭 還試過因為不小心出錯而挨鬧 例如馬來西亞 拉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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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大概是做過那些 拉殘 沒有技巧 那一次我就不 技巧差 剛剛行 不小心就 弄到一個女客人 弄到他真的 失去了 出事 出事 因為他藍色衣服 男朋友 真的發火 大家在那個時刻 怎麼算 我真的做錯 他真的說出口罵我 但整個過程拍下 那你怎麼回事呢 那沒辦法 那真是導演 沒辦法 近年少有參與幕前演出的葉童 最近也亮相內地一個綜藝節目 令觀眾覺得驚喜之餘 同時也令Fast想起 他和趙雅芝曾經合作過的一部 內地經典電視劇 《新白娘子傳奇》 一直有傳內地有意翻拍這部劇集 葉童聽到都說很期待 我想如果有一個新版本 大家可以有一個不同的感覺 都是好事 但如果找回你和芝姐 回拍一下 有沒有可能呢 我想個可能性 就未必會是這麼大 因為我們那時拍都花了很長時間 都大半年去完成一個戲 但如果芝姐說制的 那我就一定制 因為芝姐也是校長 葉童趙雅芝再合作拍劇 十話真是沒有一撇 不過維偉又有新劇拍 珍珠沒那麼真 而為了操Fifth Body 演好角色維偉都不知多不勤力做運動 有時還會約校長一起行山 一向都有和校長一起踢足球 近來大家覺得 不如我們再健康些 一早去行山 和在山上亂跑 周圍地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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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